一輛白色轎車慢慢向前行駛 卻越開越偏 下一秒掃過路旁整排機車 但駕駛不但沒停下來 反而直接揚長而去 撞倒了七八部的機車 你看 全部倒成一排 整排機車像骨牌般歪倒一邊 不只車殼碎裂 車牌凹陷變形 就連置物箱物品也散落以地 這個這麼糟糕了 結果整個都是倒掉的車子 發現愛車變成這副慘況 住戶氣壞了 立刻報警 現在警察把機車一台一台 扶起來啦 車禍發生在新北市板橋 一共六台機車遭到波及毀損 警方通知涉嫌趙陶的 顧姓駕駛倒案 他公稱不知道闖下大禍 好撞 好 放心 好 放心 我們都不覺得你要好 隨機都撑不到啊 這一撞代價不小 除了將被依趙氏逃逸 開罰最高三千元罰還 還得被吊扣駕照 好在整齊意外沒有人員受傷 但後續賠償 荷包肯定大失血 3新聞張哲好 黃雲帆 賴欣宜